喔 戴皮面口罩 冰冰的時候 戴酒以後覺得頭好暈喔 好累喔 因為太悶了 不過呢 現在有一種新的 韓國的SF 叫傳形口罩 這個很棒耶 因為它中間有一個空間 可以讓你呼吸 而且呢 講話的時候也因為這個空間 我會一直悶悶的 好像你講話的聲音 人家說你在講什麼 我怎麼聽不見啊 你就一直被蒙住嘴巴 你就聽不見你在講什麼 那這種口罩呢 力氣好用 而且可以呼吸 對不對 我會這麼悶 做法也非常的簡單喔 也差不多五分鐘就可以做好了 那有一些小小簡單的工法 在下面告訴大家喔 跟第一次來的好朋友呢 介紹我們的工具 有封口機一台 大的小的都可以 但原則上也大的好用 其次是防水的布置布床經 一個顏色自選 過濾靜電圖層紙一張 只要是靜電的紙都可以 鼻梁條鐵絲綁帶 8公分一條 以及耳掛鬆緊帶 我們這裡用20公分 比較好控制長度 還有熱熔槍一把 隨便的熱熔槍都可以用的 接下來這是我們的立體口罩的 裁切示意圖 是一個八角形的構造 大家可以把這個扣下來使用 先看一下正反面 沒有毛的這一面要面對自己 兩面都毛的裡面都向裡面 可以看一下上面 對著光看有一點毛 好 先這樣 再把鼻樑調黏上去 插槍對齊 那個五秒鐘固定就好 這樣 接著把這個毛巾呢 過濾層放進去 看得出來這個是一個紙抹布 切成一半 這個熔岔子 那邊都要把那個的 把四邊都封起來 把四邊都封起來 大概五秒鐘就夠了 大概五秒鐘就夠了 5公分 5公分 把它畫一條 剪下來 把麵包子放進去 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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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下來 把八角形的每一邊都輕輕的壓一下 稍微能夠密合就好 大概就五秒鐘左右 和下面的切口一公分數各壓一條 也是一樣 大概壓個五秒鐘就可以了 我吃過了 拿出一根鬆緊袋 我是選19.5公分 那看個人的臉的大小 這個熱熔膠的量一定要夠 這樣的話它會彈開喔 好 這個把它黏起來 看看這次會不會成功了 我們大致 那二代黏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要來折這個粥的形狀 一樣就跟折紙船一樣 我們這個角度本來是一個小小的三角形 但是我們把它黏上來 這樣才會有一個立體的形狀 我的做法啦 我是先黏啦 乾脆先黏了 先黏一下 先黏再壓 然後拉上來黏 我們就有一個時尚的方舟口罩了 這樣傳情就出現了 然後再把它壓一下 要確定它們有垂直在一起 對 我們來玩 我們就要來玩 夾一個小小的小小 我們就幫你拿一隻好 我們就要來玩 看的是我 再多拿一隻 我們就要來玩 拿那個小的小小 大小小的小小 把拿到小小小 都拿到小小小 搞得了 把小小小小 這樣就做好了方舟口罩囉 地體感十足 很有時尚的感覺 我們戴這個口罩龍講話也很順暢呼吸也很順暢 這就是這個改進型的方舟口罩 跟一般皮面口罩不一樣的地方 可以來試一個做做看囉 感謝大家收看我的視頻 記得要幫我按訂閱還有讚還有小鈴鐺 這樣子呢 你就可以隨時收到我各種極型怪狀的影片 此外呢為了感謝大家收看我的影片 還有視頻呢 我這邊呢 有材料包還從我講 也就是你對我影片有興趣 因為想要自己做做看的話呢 我一個人呢我就送三包材料包 這樣你就不會擔心你會做錯了 都可以有後悔的機會 當然這材料取得其實不難啦 但是為了大家方便呢 裡面已經有附了過濾層防水層 另外還有這個耳掛呢 跟鼻樑條我都幫你裁切好了 所以很簡單 只要把它組合到就好了 有興趣的朋友呢 在下面留言 我要抽材料包 我就直接寄給你囉